继续问这个网店都没有回复 最终这个网店一个Facebook page就不再存在了 近年越来越多香港人就喜欢网购 无论是外地的网站还是本地的网站 都很多人喜欢上网买东西 尤其是疫情关系 大家少了出门口 网购就更加多人喜欢去买东西 在网购来说 我们Smart Supplement一直都很着重给大家多些资讯 提升透明度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网购因为越来越容易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一些 可能IG Shop、Facebook Shop 大家的透明度其实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希望给大家多些资讯 亦都给你看到你是跟什么人买东西 希望你的信心会大一点 顺带一提 我们Smart Supplement买的是健身营养补充品 亦都有健康的补充品等等 网店之外我们都有多间的实体店 希望给大家的信心和方便都会再多一点 这次我会看到一个题目 就是说网店怎样骗人 因为我有个同事早前上网买东西 被人骗了 稍后我就会说一下他的经历是什么 以及网店究竟是怎样骗你 怎样避免被网店骗呢 首先我会示范一下 我们Smart Supplement 网店方面是怎样出货的 让你看清楚 在我们网店买东西之后 之后的步骤是怎样的 你收的产品我们怎样处理 亦都可以对于网球的程序就更清晰 当我们在网站收到你的订单之后 会即时在我们的物流系统就会有资料 我们首先会看到你的订单的资料 我们会印一张就是订单收据 我是示范如何出货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收拾好了 这位顾客买的产品出来了 包括就是Nita 现在也有一个新的牌子 我们新引进来香港的 这个也是一个增机的产品 除了订单的收据之外 我们也会有一个出货的单据 这个出货的单据就是给物流公司 它们跟回你的货品的进度 当我们准备好这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物流系统就已经即时会更新 你会收到我们的WhatsApp的订单资料 和WhatsApp的出货资料 上面就有齐了我现在讲的资料 因为WhatsApp其实在香港 都是基本上大家都会用 或者最常用到的沟通工具 所以我们的物流系统 亦都是给一个最方便大家的功能 所以可以即时在WhatsApp收到 但是紧记了 在这里顺带一提就是 你在订单前写的资料 一定要完整和准确 尤其是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的电话号码错了 就不能传出资料给你了 我们会对清楚你买的产品 然后就会 入箱 有些顾客会问 买多少钱东西会有礼品 或者是怎么会折扣大一点等等 可行情况下 都给多些礼品或者试用装给大家的 这次顾客就会给了Green TX50的试用装 而且在我们网站不时都会有礼品的优惠 而且我们通常会用一个自动加入订单的功能 那你就不会错过那个泥椅 那我们订单的收据 就会放在你的货品包装里面 你到时收到货的时候 首先你会很清晰知道自己买了些什么 因为这个就和你的WhatsApp和电邮收到一样 另外你也可以对清楚里面的货品是否准确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即时在WhatsApp和你联络 最好就拍照 就是说你收到货品的状态 因为在我们出货的时候 都会确保那个产品是完整 而且是没有破损 但如果在物流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外 那我们都会跟你跟进 再连接物流公司的出货纪录 那我们就会顺利交代物流公司的处理 当我们完成了这个步骤之后 其实你已经收到出货纪录了 但是有时我们的货量比较多的时候 未必能够即时是物流公司全数处理 有机会就说你跟着那个编号 未必是即日可以查询得到的 不过就不用担心 因为当他们收货 更新了电脑的时候 你就会查到资料 也会取货的时候 也会通知给你的 今天我在Smart Supplement 网店的出货中心 顺带就会和大家参观一下 在这个货餐里面一个很隐蔽的角落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储存了一些出货的单据 包括现在看到这一桶 Smart Supplement 网店连同实体店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经验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年的时间 除了网店之外也有实体店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以网店为主 当时也是用一些手写单的方式去出货 这些真的很旧 一百年了 好 看完 所以非常多谢大家支持 令到我们可以在网店以外 这个规模也发展得越来越大 也希望引入多些优质的产品给大家 在这段影片的开始 我提到有一位同志 就上网买东西被人欺骗了 我听到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没有搞错 你自己做网购你都被人欺骗的 我觉得很离谱 但是有这个事件也令我反思到 原来在香港一个先进的地方 原来网购都会有骗人的事情出现 其实当时我这位同事 就发生什么事呢 他上网 在Facebook就看到有一个page 就卖一些平板电脑 属于不是很出名的牌子 就打算给他这些亲戚的侄子侄女 去学习的用途 都是好像发个讯息 我想买这个产品 入钱 那文行入货给他 当时那个产品是一个预购的状态 我的同事就入钱 就预购了那两部平板电脑 之后过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继续问这个网店 都没有回复 去到过了一个月 甚至是过了他们网店 预期会出货的时间 都没有任何消息 最终这个网店 一个Facebook page 就不再存在了 他也没有说很生气 或者是什么 也真的去了报警 对了 刚才我就说 有没有搞错 你自己做网购都会被骗 其实网购骗人的题目 我一直都想说 因为由我自己经营 Smart Supplement 这个健身补充品 健康补充品 的一个网店 连同爷家有多间的实体店 一直都很强调 他就是说 怎样可以给大家多些信心 尤其是你买一些食品 甚至是帮助你健康的产品 所以今次这段影片 我们都示范了 怎样在网上面的出货 其实很多时候 一些压人的网店 不外乎是有几个手法 尤其是他可能很简单 开了一个IG的page 或者Facebook的page 没有一个完整的网站 或者是他的付款方式 他可能的风险会高一点 因为对于是比较有规模的网购公司 例如我们Smart Supplement 通常会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网站 而且付款方式会比较多元化一点 比如会收到信用卡 PayMe 转账快 甚至是微信支付等等 比较有规模的网店 其实一定是想有多些收钱的方式 而且这些收钱方式 通常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这些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对于我们这些商业的顾客 都会有非常之详尽的 一个查阅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业务是怎样 是否是一个有信用的公司 即是商业的资料是否是稳妥的 他才会给我们用他的平台 所以如果你去那个网店 他只得给你过数 甚至可能只得PayMe 一些好单对单的 好像同一个人买东西的 付钱的手法 就有机会会有些风险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 说起我们做网购 其实另一样东西 除了是透明度要够高 给到顾客信心 给大家多些资料之外 我们都很着重 一直维持一个免运费的政策 就是无论你买一个水准 你买多少钱 买任何产品 我们都是运费全面送去你的指定地点 包括家里或者办公室 原因就是我们做健身补充品 很多时候都会买一些健身奶粉 你看到很大桶那些 10磅的 其实我以前都住得比较远的 去到市区一些实体店去买的时候 抽了一个10磅的健身奶粉回家 其实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 如果你要抽那么远回家 那你不如省力去做健身补充品 所以我们统一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你买任何东西都是免运费的 今时至今日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 因为你在我们网站下单买东西 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顾虑 你要买多少钱才免运费 如果要收运费的话 又要怎样收呢 就会令到你会觉得很烦 我们希望大家集中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去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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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香港人的健身頻道